為彰顯大眾爺普渡眾生的精神 集集大眾爺廟 日前舉辦歲末寒冬送暖活動 發放物資 照顧地方上入市民眾 讓許多家庭得以安心過新年 集集大眾爺廟 會增興照顧入市家庭 我們今年都在 今天2月7日 辦了一個104年寒冬串完 會確實照顧入市家庭 我們每個發送紅包 還有白米 還有肉鬆等物資 讓它有一個好的過年 大眾爺廟確實真心照顧青岸家庭 每個月還會發奉白米 可以來到我們廟裡面 每個月來領兩次 希望青岸若市家庭 真正有過年有好年過 隨著物價飛漲 對於現在貧困家庭而言 可說是雪上加霜 透過大眾爺廟的善心意舉 幫助他們度過生活的難關 社會民眾都感受到 濃濃的社會溫情 議員小志全也特別感謝 廟房人員的努力 激濃大眾爺廟在莊主任委員 及立屆委員努力之下 深得地方民眾的肯定 他這一次把廟的一年來的節育館 結合外面的善心人士 一年一度來辦理這個東令 救濟品的花旺 我知道今天總共來的戶數 有總共一百多戶 希望透過所有善心人士 大家共同的參與 能夠讓這個花旺的活動 能夠一年辦得比一年更成功 除了這次寒冬送暖的活動 幾級大眾爺廟成立的慈善團 平時也會向各界募資 減輕地方上弱勢族群的經濟負擔 我們大眾爺廟成立一個慈善團 在慈善團我們跟大眾爺廟的委員會合作 跟各界募資來幫助這些弱勢家庭 我們今年度104年度總共發放了將近119戶 將近了差不多200個人 發放的紅包大約是3千4 8千塊 在這邊預祝所有的貴賓 包括所有的低收入伍或邊緣戶的 鄉親朋友們 在新的一年能夠跟大家一樣 過一個快樂的年 也期盼政府機關能夠輔導弱勢民眾 培養第二專長 將來有能力時 幫助更多社會上的貧困家庭 1 2 3 3 米搶洪家彥 雞雞採訪報導